我爸给了我和我妹妹两个选择 第一 和首富联姻嫁过去 第二 继承摇摇欲坠的集团 我妹抢在我之前选了嫁给首富儿子 她压抑着狂喜低声道 姐姐 这辈子母瓶子贵的人是我 我不有效了 看来重生的不止我一个 上一世 我婚后很快生下继承人被老公宠上天 成了名副其实的贵太太 她却大手大脚花钱 商业知识一窍不通 被董事会赶下台 既然这一世她尚赶着嫁过去当同妻 那我这辈子就好好当我的首富吧 选吧 你们是选择和傅氏联姻 还是选择继承咱家公司 我爸大拉拉的两个选项 摆在我和妹妹沈佑怡面前 看似是公平的选择 但我爸早就准备让我嫁过去了 昨天 傅董紧急联系了我爸要联姻 因为前天晚上 傅景深被爆出和一个娱乐圈小歌手同进同出 这种事对一个家族来说是一个禁忌 傅董其实终意让我嫁过去 因为我安静且不受沈家喜欢 我嫁过去 会成为一个很好控制的父太太 所以 她帮我爸设定了两个选项 她知道 我爸疼爱沈佑怡 一定会让沈佑怡继承家族企业的 果不其然 继承公司的合同 我爸早就写好沈佑怡的名字了 毕竟联姻后首富家给的条件 足够我家公司度过危机了 但沈佑怡已经迫不及待地抓住我爸的手腕 大吼起来 爸 我想嫁给首富的儿子 他眼底闪烁着野心 声音却压得很低 姐姐 你不是不想嫁人吗 这次就让我来当那个母嫔 子贵的人吧 沈佑怡的话 让我明白原来她也重生了 上一世的种种在眼前飘过 我清晰地记得傅锦绅是个恶魔 在我嫁给他后 他从来不与我同房 我只当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够熟悉 我对他的照顾细致到了生活的每一处 但他还是对我十分冷淡 直到某天我撞见他和一个男人在我们的婚房 我被吓了一身冷汗 我联系我爸 想要离婚 但我爸对我的呼救时而不见 只让我多想想自己的问题 他们把我再次送到傅家人的手中 我偶然怀孕 吓得想要打掉 却被傅锦绅发现 他将我囚禁在家里 宛如地狱里的恶魔 你想杀死我的儿子 你找死 我再也没有自由活动的机会 既然这一事 沈佑怡迫不及待地想嫁过去 那我便遂了他的心愿 那我就继承公司好了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我答应得爽快 倒是让我爸愣在了原地 佑怡 你再好好想想 咱家公司只要度过这段时间 未来都是康庄大陆 试着沈佑怡 想让他改变想法 但后者已经坚定了决心 爸 你信我 傅家可是百年世家 马上就要发展到国际了 比咱家公司强得不止一点 而且傅锦绅不仅人长得帅气 还对妻子很温柔 只要我嫁过去 生下一儿半女 母以子贵后 我就是位高权重的傅太太 到时候咱家根本不用担心 受到其他人的钳制 沈佑怡激动得双眼通红 眼底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我爸听到她的这番话逐渐心动 眼底闪着精明的光 沈清代 既然你妹妹已经决定嫁过去了 那你就继承公司吧 不过最近公司动荡 等过段时间再给你办理入职手续 我心中冷哼 给我画个大饼 然后再把公司留给沈佑怡 想要空手套白狼 做梦 爸 不是我不愿意 你想想哈 这辉约是傅家人提的 这继承公司也是傅家人建议的 你跟傅家人答应得好好的 现在突然变了话 傅家人会怎么想 这不是当众毁约 打傅家的脸吗 到时候傅家怪罪下来怎么办 妹妹又嫁给了傅景深 对方对妹妹不好怎么办 不行 沈佑怡急促地打断我的话 爸 你和傅家当初怎么商量的 现在就怎么办吧 我是要嫁给傅景深的 千万别让他不满意了 直到沈佑怡开口 我爸才开始摸着下巴缓缓沉思 好像是这么个理 傅家毕竟是豪门 如果让人家不满意了 指不定死无葬身之地 想到这里 我爸猛的一个哆嗦 他立马换上一副亲切和煦的笑脸 牵着我的手轻拍着 还是清代考虑的周全 咱家有你们两姐妹 真是烧了八辈子的高香了 这样清代 我马上让律师准备合同 你立马签约 可千万别耽误了佑怡和傅家的婚期 我笑眯眯地抽回了手 从今天开始 面对我爸的选择题 就会变成一个必选题 他只能选择沈佑怡 跟我背道而驰 沈佑怡和傅景深的婚事 在圈子里被广而告知 沈佑怡也十分高调 每天在社交软件上 炫耀着傅家和沈家 给他准备的嫁妆 什么全球独一无二的鸽子蛋 什么花了一个亿打造的 香满了失落滑水晶的婚纱 评论区全是对他的追捧 惹得沈佑怡高兴地摸不着边 而我则是忙着 让我家公司起死回生 没错 我在继承了家里公司的同时 也继承了公司留下的债务 傅家给沈家的所有彩礼 都到了我爸和沈佑怡手中 我一分钱没收到 同时傅家还给了两家子公司 当做彩礼 我爸是这两家公司的新任总裁 他在沈佑怡不间断地洗脑下 坚定地相信沈佑怡 一定能带他飞黄腾达 而不是靠着岌岌可危的家族企业 逆风翻盘 两人将所有的钱 拿来筹备沈佑怡的婚礼 用我爸的话来说就是 佑怡是要嫁给傅家的 婚礼不能草草准备 不然傅家和别人怎么看佑怡 清代 你可是继承了一整个公司 就别跟佑怡抢这些小钱了 我呵呵一笑 他心底打的什么算盘 我门清 沈佑怡从小嘴甜 相比于我的木讷 我爸更喜欢他 上一世我被逼嫁给傅景深 他一分钱的嫁妆都没给我出 因为这些 傅家主母从一开始就看不惯我 是傅景深站出来维护我 我才有了后来的受人尊敬 当时我还以为我会和他相邪一生走下去 现在才意识到 他和傅家怕是故意为止 只是为了稳住我 毕竟像傅家这样的豪门使家 是需要子嗣来延续香火的 我可真期待沈佑怡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但我现在是真的没空关注他 我一进公司 面临的就是公司深陷债务危机 我家的家族企业 作为商务部认证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曾盛极一时 如今因为新兴产业的出现受到了冲击 原本公司负责人借助资金杠杆投资 不熟悉的房地产领域 导致债务规模急剧扩大 最终资金链断裂 公司名下的产品商标均已用于偿债 另有五百余万元的应收款上代管理人追回 同时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数额高达3.2亿余元 厂里隔三差五有人上门要债 家族企业面临停产 企业下面的员工面临着失业的危机 整个公司的气氛都陷入低迷的状态中 更甚者 公司面临着破产清算的最终结局 如若有附加给的资金 公司也能勉强度过这场危机 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 我爸下定决心要选择沈佑怡 就不会在乎我的死活 我能靠的只能是自己 我作为公司如今最大的股东 向当地法院申请 依法裁定公司由破产清算转为重整程序 之后 法院借鉴甲码竞标制度 找了一家名叫盛世的公司作为多底投资人 以我提出的重整对价作为重整投资人资格的起拍价 在网络平台公开竞价 最大限度保障如今作为债权人的我的利益 公司与盛世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 公司的普通债权分配财产接近翻倍 重整计划草案得到高票通过并货法院裁定批准 而我 成为公司的重整人 接手管理公司的各项事务 这一切 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年底 沈又怡专门派人送来请帖 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出席 姐姐 公司破产了没关系 爸爸和我不会看不起你的 你可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 毕竟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这样的大场面了 我接过请帖 看着上面那用失落滑水晶镶嵌的喜字 心里不由的冷笑 是 公司发展的情况他和我爸都不太清楚 只知道现在公司换了名字 那就代表着公司已经不归沈家所有了 虽然我手中现有的股份依旧占大头 但按照规定 未来三年我不能再次担任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在我爸和沈又怡看来 就是我现在既没有护住公司 还欠了一大堆债务 我爸也是心大 根本不管我的死活 这会儿他正殷勤地帮忙给沈又怡的婚礼发情帖 也不知道收了傅家多少好处 整天巴结着沈又怡和傅家 我爸一边帮忙给请帖速封 一边不屑地去了我一眼 沈清代 你瞅瞅你现在的样子 公司稳不住 还欠了一大堆债务 早知道就不把公司给你了 白瞎了这么大一个公司 你就不能学学又怡 一点本事都没有 我挑了挑眉 似笑非笑 那感情好啊 我去学学沈又怡调个金龟续回来 沈清代 我爸气得喘着粗气 伸出手想扇我 却被我攥住了手腕 他一把甩开我的手 将婚礼请帖扔到我面前 拿着 要不是又怡心善 你这辈子都不会参加这么豪华的婚礼 你最好给我安分点 别想着在又怡的婚礼上掉金龟续了 安安静静地待着 能不说话最好别说话 省得被傅家说沈家不会教女儿 这不是事实吗 我淡淡地吐槽一声 便拿着请帖上楼了 要不是为了报复傅景深 你以为我真愿意参加两个变态的婚礼 傅景深一直晚得花 上一世对陈少奇一见钟情后 开始对陈少奇猛烈追求 陈少奇知道自己的身份 一直吊着傅景深 两人开启着独属于彼此的虐恋情深 而我成了两人爱情中的炮灰 陈少奇家境贫寒 现在家里还有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姐姐 此刻的她原本是在酒吧当服务员的 这一是我提前谋划 让她在酒吧先和傅景深相识 后者已经对她一见钟情了 陈少奇被骚扰了一段时间 担惊受怕地着手重新找公 做...我顺势将她送到了 沈又怡婚礼酒店工作 不论如何 傅景深和陈少奇两人 这场婚礼是必须再近一点关系的 半个月后 这场婚礼在室内最豪华的酒店正式开启 婚礼当天 我穿着低调 混迹在人群中 但沈又怡还是精准地看到我 拎着裙摆抬着下巴朝我走来 有姐姐 爸爸让你低调 你也不至于穿着一身破烂来吧 我上下打量了沈又怡一眼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 头上戴着价值不菲的王冠 手上戴着鸽子弹大的钻戒 看起来十分耀眼 我随口应付着 没办法 最近破产了 妹妹你现在过得这么好 不如你借我点钱 买一身高定 七一一你也配 沈又怡被恭维得得意洋洋 就差眼睛长到了头顶了 沈清代 我早说过 你比不过我 荣华富贵 爸爸的宠爱 丈夫的疼爱 这都该是我的 也只能是我的 我呵呵一笑 五嘴惊诧 哦是吗 婚礼要开始了 疼爱你的老公去哪里了呢 沈又怡被我这话说得一愣 因为连他自己也意识到 从今天早上开始 他给傅景深打电话一直打不通 眼见婚礼马上就要到及时了 他婆婆急地把他拽了出来跟客人聊天 这本来就是不符合礼数的 但我爸和他敢怒不敢言 只能低声陪笑 他脸色一红一白 冷哼一声便离开了 在婚礼正式开始前 傅景深匆匆出现 沈又怡立马满脸娇笑地迎了上去 景深 忙完了 傅景深整理着衣巾 上下扫了他一眼 眼底带着满意 公司有点事 我离开得匆忙 忘记跟你说了 辛苦你了 老婆 不辛苦 沈又怡亲密地挽着傅景深的手臂 满脸幸福 可我却注意到两人身后 端着裹盘的服务员 正是陈少奇 他跟傅景深同时出现 一直紧盯着傅景深的背影 此时另一个服务员拍了拍他的肩膀 指了指他破了的嘴唇 陈少奇慌乱地摸了一下 笑着跟另一个服务员说着什么 我虽然听不清两人在说什么 但我也知道他在扯谎 刚刚他遇到了傅景深 他知道傅景深的身份后 也有点动摇了 怪恶心的 我嫌悟地一开视线 顺便给这边酒店的经理发了条消息 婚礼正式开始的时候 我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 台上 沈又怡挽着傅景深的手臂 满脸幸福 而傅景深也是满脸微笑 两人看起来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貌似还真是一对恩爱夫妻呢 不过这都是假象而已 在给彼此戴上戒指的时候 作为服务员的陈少奇出现 他低眉顺眼地将戒指和上前一推 任凭思宜如何委婉提醒 傅景深整个人都僵硬在台上了 眼见着傅家父母又要生气了 沈又怡连忙拿过戒指 戴在傅景深的无名纸上 景深 傅景深这才恍然大悟 他匆忙地拿起戒指 胡乱地套在沈又怡无名纸上 期间他一直注意着陈少奇的脸色 可惜后者死命地咬着唇眉抬头 沈又怡半点没注意两人之间的暗流涌动 高兴地宣示着誓言 仪式结束 两人下台 傅景深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陈少奇身上 一不小心踩到了沈又怡的裙摆 沈又怡脚下一崴 身子不受控制地朝前倒去 眼看着他就要扑倒在傅景深身上的时候 陈少奇突然出现 一把扶住了沈又怡 小心 他轻声说道 声音中满是温柔 而也就是这一瞬间 沈又怡抬起头看清了面前的人 你 又怡 他发愣的瞬间 被傅景深接了过去 陈少奇没再多说 转身离开 留下台上两人心不在焉地看着陈少奇离开 台上经过刚刚的小插曲之后 沈又怡又唤了一身高定围着礼堂敬酒 傅景深直接不见了人影 等人问起 沈又怡立马无嘴娇笑 哎呀公司太忙了 我老公事业心太重了 抱着电脑去休息室处理文件了 其他人立马跟着附和起来 又怡你可真是命好 长得这么漂亮 嫁得老公还这么有上进心 对呀 刚刚你不小心崴到脚 傅总担心的眉毛都皱起来了呢 真是羡慕啊 能嫁给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笑笑没说话 这些表象当个乐子看看就行了 休息室内发生了什么 也只有我知道了 第二天是沈又怡和傅景深回门的日子 原本两人应该去沈家老宅的 但可惜我继承家族企业后 同时也继承了沈家老宅 我爸嫌弃现在居住的别墅撑不起脸面 婚礼结束当晚 他就焦急地求到了我面前 准确来说 说我爸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他的新家别墅 在他看来 问自己亲生女儿借东西 不至于让他拉低脸面亲自跑一趟 他十分自觉地认为 不用把我放在眼里 清代 你也知道你妹夫是傅家人 住不惯普通的别墅 你把咱家老宅拿出来 给又怡和景深住两天 到时候又怡得了傅家的宠爱 你也能重新拿回公司 是不是 我爸的话说得冠冕堂皇 但字里行间都在警告我要失实物 否则就能让我永无翻身之日 我扫了一眼他现在居住的别墅 豪华的没看出一点落败的模样 我心中冷哼 得了便宜又买乖 说的就是他和沈又怡 我懒得跟我爸虚于尾仪 拿出一份合同推到他面前 其他废话不用多说 我可以答应 但我有要求 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 我就帮沈又怡一次 不然免谈 哎呀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不就是用一下老宅吗 还签什么合同一一一 我爸一边打着哈哈 一边拿起合同 然后他脸色猛的黑了 喷一声将合同砸到茶几上 断绝关系协议 沈清代你在想什么 沈家现在给不了你想要的 你就要将沈家踹开 我挑眉 咱俩都是亲妇女了 一些没必要的事情都被撞了 你想要给沈又怡铺路 你我心知动明 也没必要再跟我上演 父慈自笑的画面 还是那句话 要么签合同 要么你自己看着办 沈清代 我爸气地咬着后曹牙搁置作响 我十分有耐心地盯着他 半赏 他还是妥协了 拿起钢笔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大名 我珍重地收好合同 沈清代 这就是我更喜欢右翼的原因 你要知道 在立场上 撕破脸可不是明智的选择 我爸盯着我的动作 长叹一声 右翼就这点好 识识悟 懂得为自己谋后路 像你这样 迟早走不远的 我敷衍地点着头 那是你没有本事 我有能力 就不需要审时多事 懂吗 我看你能走多远 我爸宛若被我戳破了真相 气得甩着袖子 送客 我挥了挥手 自己离开我爸的新家 出了别墅 给一早就看好 沈家老宅的买家发了消息 手续准备妥当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签一下转让合同 随时可以 对面立马回了消息 我勾勾唇 口头约定哪里有协议的法律效力 我说可以借给沈又宜装点门面 我有说房子现在是我的吗 第二天 沈又宜带着傅景深回门 我也去了老宅看戏 沈又宜还以为我羡慕傅景深 对他的重视 鼻孔都快对到天上了 景深 这是我的姐姐 沈清代 他继承了我家家族企业 没想到不到两个月就让企业破产了 怪让我和爸爸心疼的 要是咱家公司底下有什么闲职的职位 你可以一定要帮一帮他 他宛若施舍一般看着我 眼底满是讥讽 姐姐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我提 说不定我都能帮你呢 可惜傅景深的注意力根本没在他身上 他此刻正全神贯注地注意着 给众人端茶道水的陈少奇 没错 陈少奇也来了 他是作为傅景深的助理一同前往老宅的 搞笑的是 沈又宜至今也没有发现两人之间诡异的气氛 我意味深长地提醒沈又宜 可别 你还是多注意一下你自己吧 嘴硬 沈又宜冷哼一声 踩着高跟鞋就进了老宅 他热络地向傅景深介绍着老宅的情况 对着紧急招来的保姆高声吆喝 傅景深很满意他的轻浮 难得给了他一个好脸色 沈又宜顿时高兴地摸不着边了 景深 我带你去看看爸爸给我们准备的房间吧 我可是专门按照你的喜好准备的 你指定会喜欢 不用了 这几天累着你了 我自己上去就行了 傅景深直勾勾地盯着陈少奇 后者低顺地跟在他身后 可是 我想跟你单独相处一会儿 沈又宜有些不甘心 嗯 傅景深扫了他一眼 他立马闭上了嘴 我听说昨天傅景深离开婚礼现场后 一直没有出现 甚至晚上也没跟沈又宜同房 他这么急切地带傅景深上楼 指不定是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但现在这么好的机会白白浪费 他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气 怒气无处可泄 他转头看到了跟在傅景深身后的陈少奇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哪来的见种 这么没眼力见 主子在这儿说话 你忙完了还不赶紧滚下去 副总让我跟着等 陈少奇低着脑袋 声音四平八稳 顿时让沈又宜怒气值飙升到最高 他伸出手就准备给他一个巴掌 但被傅景深紧紧地攥住手腕 你干什么 傅景深冷冰的语气吓得他猛的一个哆嗦 我 我让他滚 滚蛋 一个吓人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傅景深扫了陈少奇一眼 撂下沈又宜就上了楼 跟上 沈又宜站在原地 委屈的眼泪在眼眶中直打转 我磕着瓜子 撞了撞他的肩膀 你老公不要你了 沈 清 带 这儿有你什么事 你能不能滚 他吵我大吼 吓得一旁的庸人一个机灵 手中的茶杯差点摔到地上 我连忙接住放在茶几上 我可是你亲爱的姐娇 你和妹夫的回门宴 我当然要出席了 不然 谁给你撑场面呢 你 沈又宜气的胸口起伏不断 最后还是被我爸连忙拉住 又宜 你现在可是傅太太 未来的傅家主母 注意你的姨态 别抓着一些小事不放 更何况傅总是个男人 是要面子和私人空间的 你别逼得太紧了 可是爸爸 你不知道昨晚他依依沈又宜还想说下去 意识到吃瓜的我还在一旁立马闭上了嘴 您说的对爸爸 景深一定是忙着公司的事 太累了 我去给景深做点餐点犒劳一下他 他肯定会十分感动的 这才对吗 对不对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个半小时后 傅景深和陈少奇才一前一后地从楼上下来 傅景深的心情看着不错 直接去了厨房 跟沈又宜调情去了 后者激动的整个身体都要贴在他的身上了 反观跟在傅景深身后的陈少奇 迈着小碎步 走得很慢 走三步还要停下来歇一会儿 身体不自觉地抖动一会儿 因为刚刚的事情 我爸看不上他 直接命令他打扫整个别墅的卫生 端茶倒水 可把陈少奇逼得满脸通红 只有我一个旁观人 注意到傅景深阴狠地瞪着我爸 在看到陈少奇满脸通红后 又笑得细细 真是够了 这癫狂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午饭开始 在傅景深的要求下 陈少奇就坐在他左边 给他夹菜 而他的右边做的是沈又宜 他想要骂陈少奇滚下去 在接触到傅景深的眼神后 又耸得孽如着不敢开口 给傅景深加菜 一顿饭吃得我不亦乐乎 直到保姆急匆匆地跑进来 凑到我爸耳边说着悄悄话 我爸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整个餐桌上的人齐刷刷地看向他 不好意思副总 我有点事先失陪一下 你们先吃 我爸连忙陪笑 说着 我爸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沈清代 你跟我出来 我没出来 老宅的买家已经带着人冲了进来 怎么回事 谁让你们进来的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懂不懂 买家的一句话 吓得沈又宜手中的筷子掉在地上 傅景深皱着眉头 怎么回事 我爸怒气冲冲地要来拽我 沈清代 你给我解释清楚 我平静地吃完了最后一道菜 才慢悠悠地放下筷子 先朝买家道了歉 不好意思 房子我一早打扫好了 但你也看到了 我爸和妹妹一定要进来 我拦不住 今天的事我很抱歉 这样吧 我可以按照你上次的价钱 给你让利一百万 买家顿时喜笑颜开 你客气了 这明明就是他们私闯民宅 哪能怪你呢 既然这样 我这边联系警方处理 还望沈小姐能配合做下笔录 没问题 我三言两语 就稳住了买家 同时 傅景深彻底怒了 直接撂下了筷子 沈又宜 你跟我解释一下 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不是你家老宅吗 沈又宜急得额头冒汗 是 是呀 呵 大姐 这儿以前是沈家老宅 现在早就归我了 买家直接戳破她的谎话 让她尴尬地无处遁形 这 这 沈清代 矛头指向我 傅景深也沉着一双毛子盯着我 我也不慌 傅总啊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呀 你也知道傅董和我爸的约定 又宜嫁给你 我继承家族遗产 这不 公司破产 我就把老宅抵押出去了 我还以为又宜和我爸早就知道了呢 专门和买家商量好了 我就没开口 嘖嘖 没想到 我话没说完 留给在场的各位无限的遐想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 而是沈又宜和我爸不把傅景深当一回事的问题 更何况 他和陈少奇才在这个房子里做了龌龊的事情 被沈家人发现还好 如若是被别人发现 那就完了 傅景深心底的思绪飞速流转 冷冷地扫了沈又一眼 最后一锤定音 这样吧 你多少钱拿下的这家老宅 我出双倍 双倍 买家眼中冒着金光 而后又摇摇头 那也不行 这地方风水好 我准备给我家老头养老 嗯 傅景深气得咬牙切齿 四倍 够不够 够够够 傅景深扔给了买家一张名片 带着陈少奇就离开了 我也不顾沈又一和我爸瞪着我的恶毒的眼神 施施然地离开 上了保姆车 买家适时给我发来消息 沈总 您真是神了 那傅总还真买下这套别墅 说好的 您妻我三 一分不少 我咧嘴一笑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沈又一带着傅景深回门 后者却带着助理愤然离开 这是像雪花一样飘遍了整个京市 不少人都在猜测 两人的夫妻关系是不是不合 这可把傅董急坏了 连忙将沈家老宅还给我爸 并且对外宣称 傅景深当天是专门 为了给沈又一送这栋房子才离开的 同时 沈又一在社交平台上 大肆宣扬自己的傅太太生活 早上醒来被傅景深吻醒 吃过早点一个去公司赚钱 一个和小姐妹逛街 有时候沈又一和婆婆一起做SPA 还有公公经常动不动就送她包包房子车子 总之一句话 她过得十分幸福 沈又一的社交平台下全是网友艳羡的评论 我极度的眼红 这么会投胎你标命了 前半辈子有个好爹 后半辈子有个好老公 真公主啊你 生闷气 让老天爷自己猜 看到这些评论 我也只是一笑而过 她到底过得怎么样 也只有我和傅家人知道 傅家给傅景深安排婚事 就是为了保护傅景深 而傅家其他人 其实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沈又一 包括上一世的我 这些表面的伪装 也只能让沈又一得到一些虚伪的追捧 暂时稳住她罢了 好景不长 在情人节的这一天 沈又一想要给傅景深一个惊喜 偷偷去了傅景深的宫 死 结果傅景深不在 秘书说她和陈少奇出去谈业务了 沈又一要了地址 却是一家酒店 她心中警铃大作 动用关系进了酒店 打开房间却发现傅景深和陈少奇 沈又一当场尖叫 昏了过去 她再次醒来 被傅景深困在了医院 傅景深没出面 只让人专门来敲打她 明白自己什么该说 沈又一气急了 她的傅太太地位怎么能受到任何威胁 她表面装的乖巧 转头跑回了家 找我爸告状 我爸气得怒火中烧 怒气冲冲地去了傅家 还没忘记把我也叫上 叫我当然是为了一一 把我和沈又一的位置调换一下 傅世民 你怎么不早说你儿子有问题 我爸先发制人 企图掌握主动权 我说怎么傅景深和他那个助理关系怪怪的 原来一早就有猫腻 合着把我和我闺女当猴子耍了 说着 我爸把沈又一拽到了身前 你看看 我家又一 嫁给傅景深不到一年 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我还说又一在你家吃香的喝辣的 原来被欺负成这样子 傅世民 你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不走了 傅家人没说话 我爸自以为捏住了对方的把柄 大摇大摆地坐在了沙发上 其实这事也好解决 咱两家也有十几年的交情 我们沈家肯定不会把这事传出去的 但我家又一也不能受委屈 这样吧 清代和又一长得挺像的 两人换换 傅家主母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你可真是疼爱自己的闺女 我爸脸色有些难看 但还是忍住了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你们现在给个准话 傅董慢悠悠地品了一口茶 才将头抬了起来 沈老弟呀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说我儿子有问题 你有什么证据 他笑眯眯地说着 慈祥的眼神看向沈又一 吓得后者连忙躲到我爸背后 我爸听到这话 脑袋迟钝地转着 当然有了 又一就在酒店发现的 只要调查一下监控就知道了 那就麻烦沈老弟 带着监控来赴驾 之后再跟我谈判 傅董慢不经心地挥着手 我爸冷汗直冒 这 这 人家这么气定神贤 显然是早就清理干净了 只有他还没脑子地 替沈又一冲锋陷阵 看来沈老弟是拿不出来了 沈老弟 你这算不算污蔑呢 傅董仍旧笑眯眯的 但眼底冰凉一片 我怎么还记得沈老弟 现在在富士的哪家公司 当总裁来着 你这素质当总裁 显然有点不过关啊 这话直接让我爸瘫痪在地 清醒过来的他才反应过来 他现在的一切全靠着沈又一 但沈又一也只能依赖着傅家 他张嘴 却被身边的沈又一先打断了 公公婆婆 你们误会了 我昨天发烧烧糊涂了 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谁知道我爸误会了 不过你们放心 我今天体温已经正常了 沈又一讨好的笑着 将他和我爸一刀两断 那就好 傅家主母不嫌不淡地应了声 嫁给了景深 就是傅家人 我爸今天做的确实不对 他应该一人做事一人当 沈又一意正词言地说着 一旁的我爸脸色煞白 又一一一 他连忙撒开我爸的手 后退一大步 爸 你是个成年人 做错事就应该道歉 说得好 傅董大力鼓着掌 那你爸这件事 就让儿媳妇你来处理吧 别让我对你失望 您放心 解决完两人 傅董四笑非笑地扫立眼 站在一旁的我 沈家长女 你呢 是稍糊涂了 还是承担错误 我拿出一份策划书 嫣然一笑 我体温正常 来给您送钱的 对面两只老狐狸一愣 拿起这份策划书 细细地打亮起来 而后笑得意味深长 可笑沈老迪还不知道 沈家最有出息的是你这个长女 那 合作愉快 沈经理 合作愉快 沈又一变了卦 我爸被傅家随便找了个理由 送进了牢里 沈又一在傅家的生活 更加如履薄冰 公婆不喜 老公不爱 还带着新欢登堂入室 傅景深和陈少奇的关系 在傅家根本不需要遮掩 沈又一气地发抖 骂了两句就被傅景深打到医院 在看到傅景深给她一张黑卡后 怒气又瞬间烟消云散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维持好自己的傅太太身份 以及疯狂在社交平台炫耀自己的成功 在沈又一和傅景深两周年结婚纪念日当天 我给沈又一下了另一个套 傅景深和陈少奇正激动的时候 公司出了事 傅景深被傅董紧急召回 而陈少奇和沈又一发生了关系 此后 三人就开始维持着这一段畸形的关系 直到第三年的时候 沈又一怀孕了 她怀孕后 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 单纯就是为了炫耀 沈清代 你终究是输给了我 只要我生下孩子 她就会是下一个傅家继承人 母以子贵 到时候 谁还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别说是你了 沈清代 就连傅家那俩老东西 也必须尽我三分 沈又一年年在我面前炫耀 年年被傅景深隔三差五打进医院 别的不说 就她这精神 可真让我佩服 怎么 不说话 羡慕了 羡慕又如何 你这辈子都别想爬到我这个高度 是 我无语宁耶 你被虐上瘾了 你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 谁也比不上你 沈清代 戳破了真相 沈又一气得牙痒痒 你再敢说景深一句不是 我让你从此查无子人 一一啪一一 我懒得听她胡假胡威 直接挂断了电话 最后沈又一顺利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傅家上下欢欣鼓舞 我给跟着我一路的秘书打了个电话 行动吧 是 沈懂 当晚 青圈出了个大新闻 傅家那对一向情色和民的夫妻 竟然在同一时间双双出 故为 令人咋舌的是 傅总出轨的是个娱乐圈白面响声 傅夫人出轨的是傅总手下的总柱 听说双方还在同一酒店 得到消息的傅总 不管不顾地冲到了傅夫人的房间 对着傅夫人拳打脚踢了起来 一旁的总柱 极力地护着傅夫人 堪比真爱 几人当然没注意到 闻讯赶来的新闻媒体 架着长枪短炮拍疯了 一时间网友的三观被炸飞了 等我捞捞 我以前经常在新闻上看到傅总和总柱一起出现 难道 好像是这样 傅总绿了傅夫人 傅夫人绿了傅总 总柱又绿了傅总 我要绕晕了 还是你们豪门会玩 等等 难道你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孩子是谁的 网友想到了 傅家人当然也想到了 傅董连夜抱着孩子去医院做DNA检测 结果显示 孩子是陈少奇的 这下 傅董也怒了 傅景深直接将被他打得半死的沈又仪带回了家 锁到了地下室内 至于沈又仪的孩子 可能被送到了福利院 可能傅景深留下来了 我不知道 而陈少奇同样被傅景深关到了傅家别墅 两人展开了一段离奇的强制爱 不过这段强制爱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傅家公司出事了 我恨傅氏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上一世的种种经历 我恨不得江傅氏所有人挫骨扬灰 从我爸进入傅氏的分公司开始 我就借着我爸的手安插了不少人 后来我爸被傅家人送到牢里 那些人依旧留在傅氏 而我和傅董的合作 是一项很大的买卖 多少和政府有些关联 傅家从发家开始 走的就不是正规路线 涉及黑恶势力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抗衡的 所以 我一早就和政府联系上了 政府布列一盘大局 我只是这盘局中的一枚棋子 直到这次傅景深的丑闻被爆出 傅家的股市大跌 这像是导火线一般 瞬间引诈了盘踞在京市多年的傅氏 傅家被连根拔起 而我名利双收